暫停大法系列又來了 我怕有些新觀眾不懂什麼叫暫停大法 我稍微解釋一下 你們一邊要看畫面 一邊要專心聽我講解 這樣怎麼可能一心二用啊 所以影片播到重點的時候 我會先把畫面暫停 暫停就類似 我會把畫面直接暫停的喔 所以你不要以為是你手機壞掉 不不不 是我把畫面給暫停了 那把畫面暫停 你們就有更多的一些心思 仔細聽我分析講解 那希望暫停大法你們會喜歡 記得點贊支持一下喔 感謝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今天帶來的是克里希 克里希這角色非常萬用喔 很多人說什麼低端到高端 呃...的強勢角色不一樣 但是克里希他不管在低端還是高端 都非常的強勢 在遊戲開始的時候啊 我們的納克羅斯有說 對面的陣容是非常強勢的 呃...就覺得我們的陣容好像不怎麼樣 我覺得...不 千萬不要這樣想 你看喔我們的陣容就是屬於比較... 充牌類型的吧 斯科德、安格列、納克羅斯 還有索文都是可以往前去做一些打出不錯的傷害 那這邊我就是不斷的在牽制克里斯 你們注意看嘛 安格列他就是在偷紅buff 如果我直直的 吃完中兵就直直的跑去安格列那邊 幫他打紅會怎樣 就會被發現 所以我現在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牽制 然後讓安格列有更多時間把紅反掉 他反完紅啊 上了兩等之後 欸...影片 啊...預判失誤 我以為克里希會往左邊跳 結果沒有 他是往右邊 不過還是讓我拿到手殺啦 不過呢 這場我講老實話啦 因為我前陣子都是在出射手影片 然後在前陣子呢 又是出戰士影片 就是凱撒路影片 你們可以去我的頻道看 真的很多射手跟凱撒路的影片 然後現在呢 終於輪到了法師系列 所以克里希有點久沒有玩 那這場 真的我的暈眩啊 很菜 連我自己都覺得 我怎麼可以暈得這麼不準 但是千萬不要擔心 這就是這部影片的由來 技術不夠 觀念來臭 對 沒錯 剛剛有點... 突然忘記怎麼形容 沒關係 那這邊呢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直接露頭去支援 後來想說 不用啊 我們來蹲 因為剛剛悟空是往上走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邊就蹲到了 我們再來看一次 往下走 往下走 然後看到一個悟空 悟空滿血 欸 悟空 好像被納克挑了一下 他繼續的往上走 我就賭說 現在遊戲時間大概2分16秒 悟空的藍已經重生了 所以悟空要嘛 就是去吃藍buff 要嘛呢 就是去吃中午兵線 比較高基地會吃藍buff 所以我就走到這邊蹲點 因為這個點位啊 是能蹲到悟空往中路走 也可以蹲到悟空去吃藍buff 欸對 然後就蹲蹲蹲 悟空就 呵呵 貪心 他想吃紅 那個中路兵線啦 被我蹲到 可是被悟空隱身跑走了啦 不要跑走 有點可惜 但至少我把他打殘喔 可是這邊又有點可惜了 對面的法師 把我們家納克給抓爆了 OK 那克萊斯很硬嘛 我本來不想打 要吃中兵 可是索倫上來之後 欸 索倫很痛欸 然後就把克萊斯收掉了 大概是這樣子玩啦 OK 那很多人的克里希啊 都可能會選擇出韌性血 但我這場是出魔穿血啦 魔穿血呢 就是對於自己 一些操作要有更大更大的信心 因為我呢 都是在於主動攻擊 嘿 就覺得 我就是先守別人啊 我不會被人家先控到 那什麼時候適合 就是出韌性血 就是像現在 你會被暈到的 你很容易被先守的 又或者是對面有一個很機車的韌拉 那你就很適合先出韌性血 來減少被暈眩的時間 那這邊沒有抓到利比安 好 這邊 來喔 有沒有看到 上面那個草叢有一個弗洛倫 沒有看到對不對 我們往前 有看到了 弗洛倫他的動向是怎樣 往草叢走 其實 可能真的只有我看到 像這邊底下有一個安格列 上面有一個斯科德 我以為他們 就看到一個落單的弗洛倫在那邊 就真的可以抓 真的可以抓 有嗎 他正在草叢裡面 我們往前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上面一點 弗洛倫在草叢裡面隱身 然後小地圖也有出現弗洛倫 這個情況 我們有三隻 應該是會抓爆這個弗洛倫 這個單身的弗洛倫才對 那我就很理所當然的 我一定夠啦 我傷害一定夠抓死他 但安格列走了 斯科德也走了 最後呢 我是真的單殺掉弗洛倫 多了一個陳咬金 莉莉安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其實法師要多做一些蹲點 尤其像維拉跟克里希 那這邊幫忙補一些傷害 算是賺到啦 算是撿到一顆頭喔 誰叫那個莉莉安殺我 那有悟空 然後我們凝霜 黃開 開到了 可是對面的凱撒路還支援 喔一直滑 很滑很滑 有點會滑 好險安格列有收掉弗洛倫 雖然8比10吧 但我覺得是屬於逆風 微逆風 因為5顆頭在我身上 那隊友那邊其實算是蠻窮的 那我這邊一直在看 我要不要做進場 其實我很猶豫 我不是這麼想要跟著衝的 因為悟空是沒有漏頭的 我一直盲目的往前衝 很有可能會被蹲喔 那這邊一樣做蹲點 嘿 好 我一樣 我一定要先給你們看結果 然後 我再倒帶給你看 為什麼我要做那個蹲點 為什麼我蹲得到莉莉安 好 往前 好有 就是這一波團戰嘛 有沒有看到 那這時候莉莉安他的狀態是不錯的 狀態不錯的情況下 他是不可能會回城的嘛 那他有可能會做的就是叫做回中路 那回中路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蹲點 所以我就優先跑來這個草叢做蹲點 不過在蹲的時候其實我蠻挫的 因為他們的弗洛倫是跑來中路支援的 所以蠻挫的 好險 我底下有看到斯科德啦 所以我覺得這邊是可以蹲 繼續蹲的 蹲蹲蹲 莉莉安真的偷懶走過來 其實莉莉安這邊為什麼會被抓到 這邊我抓得到他 其實感謝弗洛倫 因為弗洛倫就是他媽在清他的兵線 莉莉安就是想要去吸兵線 想要快一點 所以他偷懶走捷徑 不然你看剛剛莉莉安 他是想要繞上去的 繞的去回中路 可是因為看到弗洛倫在清兵 所以他想要吸那一波兵線 所以這一波莉莉安會死 其實很大的關鍵在於 弗洛倫 而不是莉莉安 因為莉莉安本身有繞 但是因為弗洛倫在清他了兵 呵呵 有沒有 好一樣 等一下我會先給你們看結果 就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 斯科的那個大招彈得不錯 那剛剛斯科 欸不對 那個弗洛倫已經被我打殘了啦 OK 那這時候 其實我真的不懂的是 對面的克萊斯 他就是一個坦克 坦克呢 他的責任就是負責吸收傷害 如果我們全部人都追著他打 他非常開心 而且他是輔助 那斯科德就是為了出去殺他 然後追到我的點位 我都是站得很後面 我根本沒有想要 再往前去殺一隻輔助 沒有 我的功用呢 就是想要趕快把兵線清掉 所以你看我蝴蝶是 趕快把炮車清掉 而不是往人那邊放 你看這邊 虧爆了啦 他們殺了一個 呃 斯科德 欸不 他們殺了一個克萊斯 結果死了兩個 死了一個射手就算了 還死了一個凱撒路 現在我已經沒辦法再站出去了 什麼意思呢 在逆風的時候 我不可能像我前期一樣 可以去做蹲點 因為走不出去 我光兵線就整理不完了 那這邊有沒有看到我的龍捲風一技能 我不是丟兵線喔 我面前的兩個炮車跟兵線我沒有丟 我是丟那邊 因為有看到莉莉安走進草叢啊 莉莉安本來是滿血 被丟完之後 我的蝴蝶超痛欸 給你們看 我最後有滑過去看一下 喔有 莉莉安本來的血量是快滿 被我丟一下 他直接殘血欸 你就知道為什麼 那個克里希現在超級多人去玩 因為太痛了 真的很痛 那莉莉安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這樣走 因為野區就有我的視野 那他這時候已經殘血了嘛 我就會想說 莉莉安會不會偷懶 那個中左L草叢那邊回家 而且我這邊還來踩一下這個眼睛喔 然後還沒踩到 回去踩一次 然後隨便想說有沒有拆一下 欸 莉莉安死掉了 這就是偷懶的下場 然後弗洛倫來了 給他一套 OK 這弗洛倫應該是出了先領的 最後打他的傷害 可以看到已經沒那麼痛 然後這邊先給你們看結果 先給你們看結果 這邊 我是被亥牙直接轉死了 好 我死掉了 然後倒帶 大概是這邊 這邊其實我已經看到 亥牙小地圖 亥牙已經在下入清兵線了 我的視角喔 還特地滑過去看那個亥牙 我想說 亥牙在下入清兵線 在帶兵線 那正常亥牙清完兵線會怎樣 他可能會繼續去做分推 推我們的下塔 所以我就趕快把中兵清完之後 我想要去蹲那個亥牙 我想要 但是我玩了亥牙一步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兩個一起進草叢 然後一技能直接往草叢喔 有沒有看到 亥牙剛剛其實有漏頭在草叢 然後一技能直接丟 結果亥牙 哇 太狠了 他直接大招接那個 清醒 轉過來 我直接爆炸 所以想蹲人有時候也是會出賊的就是 風險代價很高啦 尤其逆風 那個莉莉安又在左邊草叢 所以我打 這邊有打到喔 怎麼辨別你的一技能是有打到玩家的 就看你的跑速有沒有增加 這個很簡單 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莉莉安很喜歡 走到我們的視野範圍內進草叢 我肯定先打他的啊 我覺得莉莉安可能會 八九不離死可能會覺得我可能有開圖 但就沒有 我的野區就有視野 那這邊可以很明顯 誒我快 跟他講過了 喔這邊 隊友打這麼出去 為什麼我沒有去支援對不對 我跟你說 這時候真的不能跟隊友這麼盲目的往前衝 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今天好在他們打贏了 如果打輸了是非常非常不行的 因為你追這麼出去 代表說我們的後排是沒有人保護的 所以我們後面隨時會被悟空抓 因為剛才一開始悟空沒有漏頭 所以我不打算跟上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們的中路跟下路就是有兵線 如果我去支援 那是不是等於我們的中塔跟下塔可能會掉 所以那時候就真的不能盲目的跟出去啦 然後剛剛納克羅斯吃凱撒 斯科德沒有過來幫忙 然後納克羅斯吃到死掉 他有點傻眼 這邊你們注意看喔 納克羅斯他已經吃凱撒 吃到死掉 已經犧牲了 可是這邊可以注意到 納克羅斯 復活時間還要20幾秒 左上角的頭像可以看到20幾秒 那你可以看到中路是有兵線的喔 這邊我真的看不懂隊友 真的看不懂 你們可以注意到 這邊龍來了 隊友跑去吃這個兵線 我本來想打 但我想一想 為什麼要吃兵線 這邊應該要把兵線留著 把龍卡住 嘿 就是不要讓龍白白的往前去犧牲掉啊 那可是我們的安格列跟斯科德 就是想要賺錢 所以很快的把兵線吃掉 那你會說 如果我們不吃這個兵線 對面可能也會出來打龍 NO 你們可以注意到對面克萊斯的站位 他也是有點怕的 他站得很裡面 他並沒有想說要 出來打這個龍還是卡這個龍 都沒有 反正是我們隊友很急的把兵線吃掉 有沒有 我們已經少一個人了 你把兵線清掉 等於說龍就會直直的往前 往前會怎樣 就是跑去送嘛 跑去送就浪費一條龍了啦 納克羅斯這麼辛苦的吃龍 你們再送龍 這不對吧 因為你看 我們真的要去保護那條龍 就會面臨到什麼 4打5 況且我們現在比數是19比23 我不敢講密封 但我們現在少一個人真的5湯吧 不行吧 所以那一波兵線真的 你們下一次看到 不要去清 不要像斯科德跟安格列一樣 不要清 你就把龍卡住就好了 然後這邊 其實我真的覺得龍後期 真的是賺翻了 我們4打5喔 我們居然還打贏 可以注意到那個弗洛倫要滑我 結果被三個人圍毆 然後前排也是打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4打5居然還打贏 這個真的讓我蠻意外的 這是在有意外的狀況下 如果沒有意外我們4打5 這個真的很高機率會輸掉 然後就是跟著兵線一波到底了 因為他們那一波死太多人了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暫停大法了 我是覺得這場很多細節跟觀念跟站位 包括了 我覺得真的啦 我這場的二技能很多沒有暈到 就是變成說操作不夠 觀念來臭 所以很多人就算他的操作在不怎麼樣 可是他觀念很好的情況下 他也可以把這個遊戲玩得很好 所以在場的你們可能有些會說 哎呀 這個角色你不會玩 那個角色你可能操作不知道很好 這個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怕 只要你有不錯的觀念 其實你都可以把每一場玩得還不錯 那如果還喜歡今天的暫停大法呢 不要忘記幫你們點個大的喜歡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動手